第六十八章,言而无信惹众怒,血战骨差分高低。魏宝山一看,心花怒放,总算盼到了此时此刻。等笼子挺稳当了,赶紧从怀里把钥匙掏了出来,嘎蹦一声,把锁拧开了。 铁门刚一打开,魏宝山脉步就走了进去,弯腰刚要把侯骏抱出来,没想到笼中之人猛地一转身,一把把尖刀奔着魏宝山的心口便刺。 谁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,大伙一时间全都愣了。 单说魏宝山,根本没什么防备,冷不丁对方一刀扎向自己,当时也愣住了。 眼见着刀尖都要挨着衣服了,下意识拧腰一闪,身子一侧,勉强地闪过了这一刀。 情急之下,竟然把铁胆侠所传授的九弓十八轴的步法用了出来,还别说真就管用,否则这一刀要是扎上了,肯定就死透了。 阮英伯说了声不好,上前伸手把魏宝山给拽了出来,飞起一脚,正好踢在那小子的手腕上。 就听当当一声,匕首落地,那小子捂着手腕疼得满地打滚。 在场的各位英雄不由得火往上撞,心说,这个会空和尚真是坏透了,纯是个小人啊。 像这样说话不算数的人可杀不可留。 马伯通气得直咬牙,上前一脚踢在那小子的后背上,厉声问道,你到底是谁? 侯俊到哪里去了? 这个,这小子吞吞吐吐还不想说。 阮英伯急了,探手捏住他的脖子,稍稍用了用力,你到底说不说? 不说我把你脖子拧断。 别,别。 老侠客,我说,快说。 唉,是这么回事,负责在这儿监视各位行动的是乐通师傅。 你们在明处,他就领着我们在暗处盯着。 原本以为你们破不了佛光塔,也可能过了机关也就完了,你们不死即伤。 哪知道你们请来了高人,坏了楼下的三环套月绝命阵,最后还力胜了不动明王。 乐通师傅当时就想了个招,领着我们顺着地道就到了这下边,把铁笼子打开,把侯俊给弄走了,让我在这儿顶替。 您说,他老人家的话我敢不听吗? 就这样把我给关在了笼子里,让我趁机杀了魏宝山,这就是以往的事情。 众人听完了,气得火冒三丈,心说,这哪是出家人办的事,比贼还损,出而反而,哪讲什么江湖道义啊? 岂能就此善罢甘休。 侠客们商量了一阵,像是拎小鸡似的就把这小子给弄出了佛光塔。 塔外的众英雄一看人出来了,赶紧围上来问东问西,这一问可不要紧,把各位气得咬牙切齿,恨不得把会空抓住,火巴了他的皮。 铁胆侠哼一声,各位,事到如今我看不打也不行了,干脆也别在这儿多说了,跟他们翻脸的了。 群侠义愤填膺,一个个擦拳魔掌,气势汹汹地闯进了金光寺的天井大院。 阮英博把大棍一横,高声喊贺,呆。 惠空。 乐通,你们给我出来。 屋里头干什么呢? 惠空正在埋怨风罗汉乐通,正在这儿伴嘴呢? 要说这事,也怪不得惠空完全试了通一人所为,惠空知道了通,私自把侯俊给换出来后,勃然大怒,就埋怨了通。 我说师兄,你怎么能办这事呢? 背信弃义,这是我们江湖人最反对的一条。 出家人讲究信字当先,红嘴白牙都跟人家说好了。 你这么做,一会儿人家找上门来,我如何回答呢? 乐通大和尚大嘴一撇,师弟跟这帮人讲什么信用啊? 说个不好听的话,他们帮着打子办事,都是匪啊。 跟咱们是水火不同颅,你心眼别太实了,干脆一不做,一不休,搬不到葫芦,撒不了油。 魏宝山他们不来则罢了,他们要是来了,干脆把脸一翻,当场就把他们乱认分尸,斩草除根, 永绝后患。 有我在这儿,你怕什么呢? 惠空直晃脑袋,不行。 话不能这么说啊,咱们约人家,是按江湖人办事,如今再把事说到朝廷上,咱们也不好说啊。 俩人正在屋里嘀咕的时候,魏宝山这些人就来了。 外面这一骂,惠空脸仗得像是茄子包似的,一点词也没有了。 为什么? 理亏啊。 勒通不以为然,请着降魔宝楚,就跳到了院里,扫了一眼众人,鼻眼一哼。 我告诉你们,这是九环山金光寺,我们是主,你们是客,客随主辩,我想怎么的就怎么的,你们管得着吗? 干脆实话我告诉你们吧,侯骏就在后屋里捆着,我就是不给你们。 你们能把我怎么样? 你们难道还想和贫僧动手吗? 马伯通一听,气得五雷轰顶,用手指着了通骂道,乐通,亏你这么高的名望,你鼻子下头是嘴,还是粪门。 当初打赌时怎么说的? 为什么眼而失信?别仗着你武功好就为所欲为,今天你把侯骏交出来也就罢了,要是不交,看着吗? 我们非把这金光寺踏平不可。 乐通斜眼看了看马伯通,姓马的,你别在那说大话。 就你们,你们也配。 你们凭什么? 攒鸡毛凑胆子,这没有用。 恰吧,恰吧,都不够我一个人忙活的,谁不服,就上来吧。 软老剑客大棍,一横就要上去,旁边站着的西侠一把就把他拉住了,老剑客杀鸡烟用牛刀。 您老这几天都没休息好,先在旁歇息一下,我先会会这个大和尚。 西侠欧阳楚良说完话,往前一纵,跳到正当中,用手指着了通贺道,大和尚,你不是狂吗? 来来来,某家陪你走几招。 了通刚要过去,旁边走出一人来,伸手把了通给拦住了,老罗汉,甭着急。 这种小角色用得着您吗? 我去打发他。 说吧,飘身跳到了当中。 西侠一看,上来个年迈的老者,头戴关金,身穿紫袍,腰里竖着袋子,以前不认识,把手一拱道,在下西侠欧阳楚良,你是哪位? 哈哈,西侠,听说过。 我是从河南七林岭来的,人送绰号叫牵手观音,我姓陆,叫陆一凤。 欧阳楚良,我可真没想到,像您这么高的身份,居然帮着打子做事,给官府做了帮凶,真不知羞耻二字呀。 虽然说我陆一凤,不像您名声在外,不过我还知道陆林人不入关门。 你现在帮着魏宝山跟陆林人为仇作对,看来你是空有虚名,并无其事,真让人可发一笑。 西侠也六十来岁了,当着两方那么多的人,让他说得一无是处,不由地活往上撞。 老头银然抖动,二目原睁,呸,闭住你的臭嘴,你知道什么? 我帮魏宝山是事出有因,魏宝山走得正,行得端光明磊落。 乃像你们,身为陆林人,出而反而,哪有什么道义可言? 算了,我跟你废这些唾沫一点用都没有。 陆一凤,我知道你手底下有两下子,不过你要和我伸手,你是白给。 你信不信,不信就试试。 呸,看招。 陆一凤往上一纵,挥剑就砍,西侠赤手空拳也没用兵刃,身子一侧,把剑闪过,两个人就站在一处。 他们俩人这一打,明眼人一看就知道,陆一凤根本不是西侠的对手,过了二十个照面,陆一凤就有点顶不住了。 一个眉流神,让西侠一脚蹬在前胸上,身子飞出三丈多远,重重地摔在地上。 该着他倒霉,脑袋刚好磕在地上的石锁上,顿时脑将蹦裂,死在当场。 这一切发生的实在是太快了,陆一凤一死,从对面人群里疯了似的跳出一人,二话不说,举简就砸。 西侠一看,老头岁数跟自己差不多,腊黄的脸上两道红眉,六棱抽口撞金,一身短铐, 手拎双俭,没等说话就砸自己。 他一窜跳到东北方向,冲着来人喝道, 哎,朋友,打仗可以,你是谁呀? 你得通报姓名,我长下不打无名之鬼。 来人压怒火擦了擦脸上泪水, 好,老朽陕西独龙岭五行冠的马长春,方才死的陆一凤是我亲师弟,我要给他报仇血恨。 呵呵,这我同情,师弟死了,师兄能不难过吗? 不过,这仇你报不了,你师弟的本事不行,你这当师兄的我看也白给,赶紧下去吧,再多活几年。 如若不听我良言相劝,那你就和你师弟到下面相会去吧。 呀呸,修说大话,这打。 说吧,抡起手中双俭,一俭快撕一俭,一俭紧撕一俭,恨不能把西侠打个肉泥烂酱。 西侠也真有两下子,前蹿后纵,左躲右闪比狸猫还快, 马长春打了半天了没挨着人家的边,打仗要保持头脑冷静,连枯带打怎么行。 马长春就犯了兵家之计,他心里明白腿打飘,想控制也控制不住三十几个回合过后, 一个没注意,被西侠一掌拍在脑门上,老头惨叫一声,蹊跷流血而亡。 西侠连胜两阵,心情不错,占了个钉子,不抖手一指,呆。 乐通,你别在那儿看着了,我连胜两阵,两个人都搭上了性命。 我乐意这么做吗?我也不想杀人,可这俩人自找其苦,那也就讲不了了。 干脆你下来吧,咱俩伸伸手。 乐通见西侠,当众叫号,这伙就压不住了,蹭地站了起来, 站在一旁的玉面,呼喝玉郎一看,赶紧把师父拦住了,冲着西侠瞥了一眼, 道,师父,您别着急,打他还用得着您吗? 您在这儿看着,徒儿我去看看。 乐通点了点头,玉郎,你要小心啊,放心吧,我心里有谱。 贺玉郎说着话,单手提宝刀,就跳了出去。 书中按表,这把刀可是大有来头,绝对是件宝家伙。 因为上次贺玉郎的宝刀被侯郡的大棍给绷折了, 乐通一看徒弟的家伙没了,咬了咬牙, 最后把压箱底的宝贝新庭侯送给了贺玉郎。 这把刀相传本为三国十七名将张飞出, 败为新庭侯十命铁匠打造的宝刀,张飞一直随身佩戴。 后来关羽战死,张飞久后鞭打士卒,部将不堪忍受, 趁夜晚潜入张飞营帐,用此刀斩下了张飞首级, 连夜叛逃东吴,此刀也随之消失了。 机缘巧合,三十年前,乐通无意中得此宝刀, 如获至宝,爱不释手,喜欢得不得了, 视为正贯之宝,自己平时都舍不得用。 不过,自己是真心疼这个宝贝徒弟,眼见徒弟的家伙没有了, 想了又想,最后忍同割爱,把刀送给了贺玉郎。 再说贺玉郎,拎着宝刀走到西侠对面, 远远地看了一眼西侠,冷笑道, 我说欧阳楚良,你别得意, 剩了两阵,有什么了不起的? 你不是想伸手吗? 好,我陪你走几招。 我姓贺,明玉郎,人称玉面湖, 封罗汉了通,正是我的寿业恩师。 你要是能把我剩了,我师父自然就出来了。 西侠点了点头,知道贺玉郎有两下子, 也不敢大意,伸手抽出自己的家伙, 日月乾坤剑冲着贺玉郎点了点头。 好,要是这样说,那我就先揍你, 然后再打你师父,出招吧。 贺玉郎把宝刀抖了三抖,摇了三摇, 两个人围着天井转起圈来, 谁也没有着急发招。 两人转了十几圈,贺玉郎终于沉不住气了, 就见他身形一转,蹭往前移纵身, 宝刀往西侠的井嗓辩刺。 西侠盯住来刀,右手剑往上一架, 喊了声,开。 宝剑碰宝刀,个子弹开, 两个人都退了一步, 这一下打了个势均力敌。 西侠所用的这种冰刃很特殊, 有叫日月乾坤剑的, 也有叫鹿角刀的, 使双冰刃,左右手各持一把。 左手持之为阴为坤, 右手持之为阳为浅。 形状像刀飞刀, 四剑飞剑, 像是两只月牙相互交叉相扣, 上下共有四个剑。 可以说, 几刀, 剑等多兵器技法于一身, 招数惊奇, 一攻擅守, 当然, 这种兵器也极为难练。 场上二人脚下始终未停, 绕着场子转了两圈后, 西侠往上一根部, 国脑藏头, 刷得一剑直奔贺玉郎的薄像, 发招甚快。 贺玉郎使了个缩紧藏头, 往下大哈腰, 这一剑从后背上掠过。 贺玉郎顺势用手中的宝刀, 从下向上一撩, 来了个举火烧天, 奔着西侠的半个身子就砍了过来。 西侠腾身而起, 空中使了个黄龙大转身, 剑随人转, 一剑朝着贺玉郎的双眼刺了过来。 贺玉郎赶紧往旁边一闪, 这一剑又走空了。 就这样, 二人插招换时, 斗在了一处。 要说贺玉郎, 小伙子虽说年轻, 但武艺确实不错, 的确有能耐, 但是和西侠比起来, 多少还差了一点。 不过话说回来, 西侠要想三下五出二, 就把贺玉郎打趴了, 也不那么容易。 眨眼间, 二人就斗了四十几个回合, 打了个旗鼓相当。 贺玉郎打了一阵, 心说, 这老家伙的确不好对付, 我要是输了, 这得多丢人现眼啊。 干脆, 我用绝活得了。 想到这儿, 眼看着西侠的左手剑刺来, 贺玉郎用自己的刀背往外一挂, 喊了声, 开。 这一下就把西侠的左手剑给崩了出去。 趁此机会, 贺玉郎上部近身就贴近了西侠, 手上一转, 宝刀奔着西侠的脖子就抹来了。 西侠一看来势甚猛, 赶紧往下低头, 贺玉郎的宝刀走空。 贺玉郎故意脚下一闪, 身子一顿就把后背给露了出来。 西侠心中暗道, 好小子, 你到底是毛嫩啊? 你这一刀用力过猛, 让宝刀把你身子拽了个大拧个儿, 把后背对上我了, 那你还活得了吗? 想到这儿, 他卯足力气, 双肩高举, 自上而下就往下扎, 心说, 贺玉郎, 你就在这儿吧。